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经国务院同意 民政部批复我省撤销周平县 设立周平市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省 对宾州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也是事关宾州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事好事 今天举行周平市成立大会 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民政部批复文件 和省政府关于撤销周平县 设立周平市的通知精神 安排部署周平撤县设施有关工作 确保行政区画调整顺利推进 出席今天会议的省支部门的领导同志有 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建国同志 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 宾州二队队长 省委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崔本明同志 以及省民政厅有关领导 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 驻周平成员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对各位领导到来表示欢迎 参加今天活动的宾州方面的领导同志有 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地委兼委主要负责同志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市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周平县级班子成员 其他副县级以上干部 担任过市职副县级以上 离退休老干部 县职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镇长主任 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 四级以上 驻周平 党代表 民大代表 政协委员 驻周平部队首长 今天的会议 共有六项一层 首先进行第一项 全体起立 奏唱国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不愿意 从目的的人们 到我们的虚拥 注注我们心里长长 中国民族道流 最悲惧的是梦 每个人为国家法处 最多的梦想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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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乱众一切 保抢地人的梦想 起来 保抢地人的梦想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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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下 下面进行第二项 请省民政厅副厅长冯建国同志 宣读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撤销周平县设立周平市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 卢正治 2018 175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撤销周平县设立周平市的通知 宣读山东省人民政府 行政区设立县设立县级周平市 市政府 驻黄山街道 鹤板2号 567号 周平市 由山东省之下 宾州市代管 二 你是要按照行政区域管理有关规定 坚持精简 统一效能的原则 认真做好有关行政区划调整工作 要按照顾务院 约法三章要求 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例行节约的有关规定 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 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 优化总体布局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结束后 要及时将有关情况 专题报告省政府 三 行政区划调整设计的行政区域界限变更 要按照有关规定 在2019年3月31日前完成重新刊定 并将勘解成果报省民政厅 三东省人民政府 2018年8月24日宣布 下面进行第三项 请市委常委委组组织部长曾晓黎同志 宣读关于匹台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关于匹台田等同志 关于匹台田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县区为 使树各开发区当公为 市为各补为 市政府各补们当组当委 各人民团体当组 各县级事业人位和打中性企业当组当委 各高登院小当委 军分区当委 根据省政府 关于撤销邹平县 设立邹平市的通知 如政治2018-175号 撤销邹平县 以愿邹平县行政区域设立邹平市 以警生委批准 匹台田同志任总共邹平市为书记 愿总共邹平县为书记职务自然免出 二 经市委研究 报省委组织部同意 提名马军圈同志 为走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愿走平县人民政府宣章 职务自然免出 三 市委决定 愿走平县市委官吏干部的领导职务命程 随许划调整相应变更 不领性未公布 总共病毒市委 2018年4月15号 选择完毕 下面进行第四项 举行街拍仪式 首先请工作人员就位 吉他订阅 吉他订阅 下面有请宾州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 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 分别与邹平市相关负责同志 共同为邹平市几大班子接牌 首先有请宾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同志 与邹平市委书记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皮台田同志 共同为中国共产党邹平市委员会接牌 下面有请宾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秘书长王文璐同志 与邹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宝武同志 共同为邹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牌 下面有请宾州市委副主任 市长宇向东同志 与邹平市委副主任 市长马军全同志 共同为邹平市人民政府接牌 下面有请宾州市政协主席张兆宏同志 与邹平市政协主席严师祝同志 共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邹平市委员会接牌 下面有请宾州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李源忠同志 与邹平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王东同志 共同为中国共产党邹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邹平市监查委员会接牌 请各位领导合影留念 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表示祝贺 有请各位领导到主席台就座 领导到主席台就座 好 下面进行第五项 请周平市委书记 匹台田同志 做表态发言 咱们共同见证了 奏平车线奢势 这一重大礼事时刻 至此 我代表中共奏平市委 和八十万奏平人民 向李林奔茨大会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 向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奏平发展的 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人士 标示忠心的感谢 想为奏平该阁发展 穷入心血和汗水的 历届老领导 老同志 广大干部群众 致以冲告的敬意 奏平自习汉之县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事件 范态这部厚重的世俗 先后拥先出了 夫神 刘慧 范仲岩 等一批理事名人 咸有厚多的死乡 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人人之士 这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主名的黑铁山旗 在这里搭乡 两子二女 为了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 千夫猴继 谱写了 苛格苛气的 壮烈诗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 清劳普世的奏平人民 礼精突治 艰苦奋斗 扫旧了 白夜剧情 信心享荣的 崭新气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特别是党地十八大以来 广大干部群众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 皮干理担 低利分禁 在全面建设 消康社会的政策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李氏不会忘记 正是以张水平通知 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家 顺应该个开放的大势 用力抄头 干位人贤 贫薄禁区 称起了奏平 经济吞飞的脊梁 这种企业家精神 创业报国的清怀 由此举核 释放出来的正能量 直抵常数 直抵弘扬 多年的法战时间中 我们有探索 有警戏 有成就 不可否认 我们也有偏差 有坎坷 有曲折 前进的道路 从来都不是一番风顺的 站在信力历史交汇点上 我们还勉异 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更应看到 给予 未来 浅途 希望 只要我们高居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伟大旗帜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威护 就有勇气 有能力 攻减可能 奋勇争险 就一定能够 熟写出奏品更加壮丽的 时代花卷 我们要经济 身为六甲艺书记 签不咎 时差奏品时 提出的 让我们在新旧动能专唤 加快高质量发展中 党标杆 争以流地 期望和重拓 神如简性 宾州市为 六个更加注重的发展理念 在更高气点上 不断开创 奏品发展的新军面 奏品实力称立 是奏品发展史上 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我们要坚持 以新发展理念为之音 以更高的展位 更大的格局 更实力举措 把奏品搭造成 高短引领 厚尽薄发的 实力之称 撑向一提 一举一业的 拼职之称 神态有美 精色以人的 魅力之称 内外联动 拱狐狸拱营的 活力之称 为民和谐 浮予安抗的 幸福之称 为这一片 孤老而厚重的土地 全实行的遗憾 注入新升级 高质量法展 是新时代的 主席院律 从现导师的 拼道专唤 再次吹响了 高质量法展 金军的季节号 我们必须 拉稿表杆 样唱笔端 以凤凰涅槃 欲获充盛的勇气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坚决打耗 三大攻击战 推动奏品 昂首买入 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地 发展快车道 坚定不一 走行星工业化之路 紧紧围绕 五大猪刀产业 深入推进 共计策 结构性改革 加快产业链 向中短延伸 价值链 向高短拓战 全力搭造 全生新旧动能专唤 显星区 实验区 示范区 突出 绿业核心地位 以全生 绿业高质量发展 专题回忆为动力 按照省委省政府 搭造 闪动 绿业拼盘的 战略部署 充分发挥 伪俏创业集团的 更效应 用好 绿谷公共服务平摊 这个孵化器 让绿的基因 在奏品 不断 垂化局变 全力搭造 名副其实的 中国绿谷 瞄准 副业法展端班 加快 公开铁布法 打向南闪悲随地 全域绿物拼盘 大力法展 称实经济 全力构建 与闲进制造业 相匹配 与高品质生活 相适应的 现代副业体系 大力推进 一二三 创业神度融合 不断优化 农业结构 和产业布局 全面提升 农业综合效益 加快推动 奏品 由农业大使 向农业枪式专变 称相融合 是称在 奏品未来发展的 关键环境 也是必有之路 我们要以 现代城市的理念 定位奏品 以中等城市 始点为契机 全面提升 城市规划 简设 管理 远因水平 努力把奏品 搭造成 山水相宜 一举一业的 现代化 新都市 简设以 后高铁时代 为期跌 以 因水入称 为 行 制成 有须推进 五大片区 规划 简设 不断拉开 城市狂架 持续壮大 城市能齐 充分涨现 城市美丽 加快 提升 中心 称序的 收尾度 简直以 全国文明 称式 床建 为再提 布局 称式 端班 汉阳 称式 内汉 培育 称式 精神 让奏平 更具人气 更有灵气 更负着气 让整界 有许问命的 全新面貌 成为奏平的 亮丽名片 目前来看 法战不平衡 重点在农存 法战不充分 也是在农存 我们要集中力量 强力推进 详存振兴战略实施 简直美丽祥存 农存社区 祥存旅游 特色餐业 天原总和梯 特色销镇 六位一梯 同出推进 有许改变 农存聚落星台 全面提升 农民人举幻境 为搭造 祥存阵型 七路仰斑 贡献 奏平 力量 民生是发展的 最终目的 也是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诀点 我们要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牢牢抓住人民群众 最关心 最直接 最显示的 一问题 一件 借着一件办 一念 借着一年干 再又有说语 学又说教 牢有说德 并有说仪 牢有说羊 朱有说菊 若有说夫上 持续用力 久久为公 让奏平的发展 更有温度 让群众的幸福 更有质干 显示把良好生态幻境 作为最铺灰的 名声复制 以导日 导日想内的涌起 直气 直水 直突 让奏平的田更烂 水更绿 山更绿 水更晴 让使民 呼吸到 新鲜的空气 享受到 更优美的幻境 简直以平安奏平 法治奏平 简设为抓住 不断完善 社会直立极致 创新社会直立方式 积极 慧应民生诉求 全力维护 群众权益 让生活在 奏平的每一个人 都更有自豪感 归属感 获得感 幸福感 行政称 行使命 行担当 行作为 光大当院干部 一定要拉拉 我号李氏竭力棒 以十二七岁的紧头 拥挡贤柄的决心 求真武士 斩抓实干 以实际行动 向省威 和饼轴示威 向奏平人民 叫出一份 满意的世代大卷 示威将严格落实 各级基地干部 担当作为 等系列规定 且是党号 光大当院干部的 坚强猴盾 真正让实干 成为作务平 最香亮的声音 让党党 成为作务平干部 最鲜明的特色 同时 坚持全面从严 直当部动摇 辞职一恨 正风书记 以当风 出舍风 以正风 带命风 全面应造 刑期 齐顺 逢阵 急速的 良好政治生态 也希望社会 各界 与我们一道 以实际行动 化好通信员 回聚正能量 且是应居起 推动作务平 跨越发展 高质量发展力 强大合力 各位领导 同志们 沾往未来 我们耗轻满怀 信心百倍 我们决心 在省委省政府 和宾州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 称实快上 奋勇前行 在新的发展 政策中 不断开创 奏平 高质量 发展性局面 为 加快 减赦 更高 质量 更高 水平的 肖康 病轴 和 经济 文化 强生 做出 新的 更大的 贡献 随后 祝各位 领导 和各位 来宾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合家 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下面 进行第六项 请宾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光峰同志 讲话 大家欢迎 各位领导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 隆重集会 共同见证 周平市成立 这是八十万 周平干部群众 几十年 史直奋斗 勇力 实在朝头 结束的 硕果 包含着 党中央 和省市 各级对周平 辉煌历史成就的 充分肯定 和美好未来的 殷切期待 也是 也是周平发展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 是周平 赶超奋进 再创辉煌的 新基点 在此 我代表市几大班子 向周平市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 向省民政厅 省职各单位 各位领导 一直以来 给予宾州 给予周平的关心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平是千年股线 历史悠久 文化源源流长 周平是创业的热土 涌现出了 众多知名企业 和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是全市经济发展的 领头业 周平是和谐的家园 人民安居乐业 民生保障水平 连续多年 居于全市 乃至全省前列 伴随着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 快速发展 推进测县设施 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 实现由农业大县 向经济强势的转变 与跨越 已经成为周平人民 长期以来的夙愿 要充分认识到 周平测县设施 是党中央国务院 对周平及宾州人民的 亲切关怀 是省委省政府 对周平及宾州发展的 重视关心 是省民政厅等部门 对周平及宾州工作的 大力支持 以今天周平市成立大会为标志 周平向城市化和现代化 迈出了新的步伐 站上了新的起点 踏上了新的征程 要充分认识到 这次行政计划调整 既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大势 也是实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有限辨识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背后却是城市功能的提升 空间格局的拓展 发展质量的提高 由此周平将迎来 新一轮前所未有的 跨越发展机遇 踏上新的征程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的战略意图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上级角色部署上来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武装头脑 指导事件 推动工作 切实将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 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落实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要把行政计划调整 各项具体的要求的落实 把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推进 作为检验党员干部 四个意识强不强的标识 细化工作方案 确定工作标准 明确完成实现 集中时间和精力 以法以规 办好 办实 办出成效 踏上新的征程 要科学的谋划和规划未来 长期以来 周平县工业经济发达 是宾州乃至全省重要的工业基地 站在星期点 面对新机遇 要以什么样的目标定位 引领发展 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推动发展 以什么样的思路举措 实现发展 是必须解决好的首要课题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务实的作风 展现新形象 实现新作为 努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积极主动 适应新变化 新形势 坚持以市的定位 市的格局 市的理念 来谋划和推进 周平发展 坚决破除惯性思维 摆脱路径依赖 摒弃成就观念 把思想力量 转化为发展动力 把机遇优势 转化为现实动力 正当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奋力书写 周平发展新的篇章 踏上新的征程 要谋求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发展 跨过了游线到市的门槛 发展目标 发展内涵 和发展要求 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提升 要着眼长远 放眼未来 在更高作品系中 提升发展标杆 努力实现发展新突破 要认定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用好雄厚的产业基础 用好紧临 紧南自博的区位优势 用好几型高铁 即将投入运营的交通优势 加快推进 新旧都能转换 大理实施 乡村之行战略 全力打好三大公圈战 要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 扎实推进各领域改革 充分释放出改革的强大动力 要坚持产业强势 强化创新引领 加快推动铝 纺织加仿 粮食加工 等产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积蓄经济发展心动能 要持续提升 城市品位和形象 精心规划 精致建设 精细管理 不断增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 踏上新的征程 要以更实举措 改善和保障民生 要积极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积极顺应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聚焦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大力发展教育 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 等社会事业 从群众最现实 最关心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 不断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 让周平80万人民 享受更多红利 尤其是要抓好精准脱贫 确保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不掉队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 过大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做好周平市的各项工作 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 在新的起点上 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 把党的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 不断推动全面从业制党 向纵深发展 向基层延伸 特别是 市委市政府 对周平新主发展 寄予厚望 广大人民群众 也充满期待 希望周平市领导班子 认真践行 新发展理念 积极担当新使命 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努力打造 信念过硬 政治过硬 责任过硬 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的 坚强领导集体 团结带领 周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在新征程中 再立新功 再创伟业 共同续习 周平发展 新的传奇 各位领导同志们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脉步从头越 周平的发展 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 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色彩思想为质疑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永古现代的精神状态 和以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福音力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谢谢大家 同志们 刚才 封建国副厅长宣读了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撤销周平县 设立周平市的通知 小黎同志 宣读了 关于批苔田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通知 为周平市 给他班子 进行了揭牌 苔田同志 做了表态发言 张光丰书记 做了重要讲话 光丰书记的讲话 深刻阐述了 周平测线设施的 重大意义 对于做好各项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 为规划调整工作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学习领会 省政府通知精神 按照光丰书记 讲话要求 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一要统一思想认识 提高政治站位 周平测线设施 是事关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 是市委市政府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大战略部署 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有利于优化城市总体部局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把思想 统一到省政府通知 和官方书记的讲话精神上来 讲政治 顾大局 守纪律 快行动 积极稳妥地 做好撤县设施的各项工作 二要统筹 协调推进 精心组织实施 行政区划调整 是一项涉及全市 未来整体发展 区域功能定位 和资源整合的重要任务 工作两大 政策性强 各级各部门 要严格执行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的 有关规定要求 科学安排 整体推进 切实把调整工作 做深 做细 做扎实 各专项工作组 要按照 要严格按照 宾州市 撤销周平县 设立周平市 实施方案的要求 坚持一规合法 公平公正 步调统一 全面做好 统筹协调 组织人士 财经资产 舆论宣传等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 有利有序的推进 三要做好当前工作 冲刺全年任务 距离年底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各项工作 已经到了攻坚阶段 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时间给亚历大 各级各部门 要统筹推进 区画调整 与经济发展 坚定信心 强化措施 努力完成 全年任务目标 周平市 要抢抓有利机遇 顺应发展形式 创新行政区画 管理体制 全面做好基础设施 建设 扩大公共服务 供给等工作 切实发挥好 辐射带动作用 努力做到 区画调整 与经济社会发展 相得一张 互处并进 为建设更高质量 更高水平的小康宾州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会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